大家好 欢迎收看彩虹妈妈彩虹之鸡视频 这是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做的美人鱼 我们看一下金色的头发 还有金色的黄冠金黄色的头发 还有长长的鱼的尾巴 那么看上去像一条漂亮的裙子 还有它的两只手臂 两只眼睛 那么今天尾巴这里我们选用紫色的透明的彩虹圈 因为这里你用透明的彩虹圈 看上去会更漂亮 那么下边你的彩虹圈准备好了 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它的编织方法 首先我们拿过只鸡 看一下 顶部成一个三角形 然后红箭头朝下边指 那么首先我们来做它的尾巴的部分 我们拿出两条彩虹圈 然后在顶部打上一个三角形 接下来我们继续向下排 我们拿两根彩虹圈 然后向下排 一 二 三 我们排三 我们排三次 然后右边和左边相同 排三次 排好以后我们在左右两边的第四根圆柱上 一 二 三 四 第四根圆柱和右边的第四根圆柱 还有中间的第五根圆柱这里 打上两根彩虹圈 我们在这里打上一个倒挂的三角形 接下来我们向上排 拿一根彩虹圈 然后打成双圈 再打一个倒挂的三角形 然后继续向上排 再打一个三角形 打成双圈 然后在这里打上一个倒挂的三角形 那么你打好了以后就和我的一个样子 看一下 在这里有三个倒挂的三角形 中间的两个是用一根彩虹圈打成的双环 做的倒挂的三角形 这里是两条彩虹圈做成的倒挂的三角形 那么下边我们拿一根单环 在中间的最底部的圆柱上 我们做一个锁定环 打三圈 打好以后 我们拿起编织棒做编织的动作 从中间的圆柱穿下去 这里有两条彩虹圈 那么我们首先 拖起一条 然后把它放到 左边的圆柱上 接下来我们再穿过去 拖起下边的 另一条彩虹圈 放到右边的圆柱上 然后我们从左边开始编织 拖起底部的两条彩虹圈 向上 好 继续 向上拖 左边 然后右手边 和左边相同 那么到了这里 我们拖起中间的 向上 然后右边 拖到中间 这就是它的 一只尾巴 我们用编织棒 把它拖下来 这是它的一只尾巴 接下来我们再来做另一只 对 对 现在 拖起来 对 对 所以 拖起来 拖起来 对 对 拖起来 对 对 拖起来 排骨 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10秒钟 那么另一只尾巴也编织好了 我们把它脱下来 整理一下 然后我们拿出 两条彩虹圈 拿出两条彩虹圈 我们把它放在编织棒上 把所有的彩虹圈都穿上去 然后把两边合在一起 我们先把它放在枝肌的最底部 放好以后 接下来我们来做它的两只手臂 还有两条长长的辫子 手臂我们从右边开始排 一 用两条彩虹圈 然后排四次 二 三 四 排好四次以后 我们用一根单环 在上边 绕三圈 做锁定环 然后从中间穿下去 像编织单链一样 一直向上 然后脱下来 这就是它的一只手臂 这就是它的一只手臂 下边我们再来做另一只手臂 我们用双环 三 在织织上套四次 一 然后二 三 四 看好四次 我们再拿一个彩虹圈 在最底部 做一个锁定环 我们把它绕三圈 然后做编织的动作 那么 另一只手臂 我们也做好了 把它拖下来 接下来 我们用橙色的 来做它的 头发 两只长长的辫子 相同 我们在编织器上边 套上 这样的双环 然后连续的套四次 二 三 四 再拿一根彩虹圈 把它锁定 这是它的一条辫子 接下来我们再做另一条 套上四次 一 二 三 四 然后拿一根彩虹圈 在最后的圆柱这里 把它锁定 打上三圈 打好以后 做编织的动作 那么这是它的另一条辫子 我们先把它都放在旁边 那么它的尾巴 还有手臂 还有它两条辫子的部分 我们都做好了 下边我们就要排它的头 然后身体的部分 下面我们拿两根橙色的彩虹圈 从它的头部开始 放在左边到中间 然后再向下排上两条彩虹圈 然后右手边 拍上两条彩虹圈 接下来中间这里 我们再排两条橙色的彩虹圈 那么排好以后 向下就是脸的部分 我们用透明的肉色 来做它的脸的部分 拿出两条 然后继续在这里向下排 左边 中间 或者是右边 中间这里我们铺两次 然后从左边向中间这里 我们打上两条双环 然后从中间到右边 这就是它的脸部 接下来我们再拿两条彩虹圈 铺在这里 做它的脖子的部分 然后我们继续向下排 下边就是它的裙子 这里我们用白色的彩虹圈 我们拿两条白色的彩虹圈 从中间向左边 然后继续向下排 两根白色的彩虹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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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中间 然后是中间 下来是右边 从中间到右边 从中间到右边 然后继续向下排 那么它的衣服这里排好了 我们继续向下排 它的裙摆这里 然后是它的尾巴 身体的 我们换用紫色的彩虹圈 从左边到中间 从左边到中间 这里打上一个双环 然后是右边 从中间到右边 那么下边我们继续向下排 我们用白色的彩虹圈 用紫色的彩虹圈 继续向下排 好 中间这里 好 中间这里 好 中间 那么多 than 就好 一点叫 都是安排 把这个的彩虹 右边 继续尽 苍 就是 所有的彩虹 这里排好以后 我们用白色的彩虹圈 向左边的圆柱 从中间到左边的圆柱 然后再从中间 到右边的圆柱 下面我们用紫色的继续往下排 排四次 二 三 四 那么右手边相同 也是排四次 中间这里我们用紫色的 把它排满 排到最底部这个圆柱 那么这里两边我们用两条彩虹圈 然后分别向两边 打上斜角 中间这里我们把它的尾巴 放上去 把它尾巴从质机上脱下来 然后放在中间的圆柱最底部这里 把它拉开 放在最后的圆柱上 放在最后的圆柱上 一条 一条 然后它的另一边有三条锁定环 我们把它绕过来 然后拉伸到左边的第三个圆柱上 接下来是右边相同 我们把它的另一条辫子放上去 把它向下按一下 放上去以后 我们把最底部的锁定环 用编绿棒拖过来 用编织棒拖过来 然后绕到右边的第三根圆柱上 把它套在上边 接下来我们来做它的两只眼睛 拿两条黑色的彩虹圈 然后在编织棒上边 我们把它绕成四个圈 二 三 四 四个圈 这就是它的一只眼睛 然后是另一条彩虹圈 一 二 三 四 这是它的另一只眼睛 然后我们拿过一条彩虹圈 把它穿在上边 穿好以后我们把它放在左边的第二个圆柱 和右边的第二个圆柱上边 然后我们把两只眼睛分开来 中间有两条彩虹圈 我们从中间穿过去 把上边的一条放在第二根圆柱上 然后让它的两只眼睛分开 然后让它的两只眼睛分开 那么下面这里我们打上一个横着的三角形 我们在这里打上一个三角形 我们把它打成两圈 好 好 接下来 我们继续向下边来 拿起两只手臂 把它放在 左边的肩膀 白色的 和圆柱上 好 然后另一只手臂放在右边 对称的圆柱上 打好以后 我们继续向下排 在这里我们打上一个单环 然后把它打成双圈 然后把它打成双圈 在这里做一个三角形 这是身体这里 打一个三角形 然后我们继续向下排 拿一根单环 在下边 在下边 我们打上一根单环 把它绕成两圈 好 在左右两边的圆柱上 然后我们继续向下排 拿一根单环 打成两圈 放在下边的圆柱上 打上一个倒挂的三角形 下边 再拿一根单环 打上双圈 做一个倒挂的三角形 打在这里 那么打好以后 就和我的一个样子 我们向上 看一下 这里是用两条单环 打成的双圈 然后做的倒挂的三角形 然后这里是一根单环 做成双圈 然后打成的一字形 继续向上排 这里是一个 单环 那么这里是一根单环 打成的三角形 那头部这里 是用一根单环 打成两圈 做成的三角形 然后是眼睛 那么所有的 我们检查好了 都已经排好了 我们返回来 从尾巴的部分 我们开始做编织的动作 我们拖起看到的第一个双环 把它拖到右边的圆柱上 然后是下一个双环 拖到左边的圆柱上 接下来是 剩下的两根彩虹圈 我们把它拖到上边的圆柱上 然后是左边 向上 左边一直向上 编织 然后是中间 右边 拖到白色的圆柱上 在这里 我们要把白色的彩虹圈 从中间的圆柱 拖起白色的彩虹圈 然后拖到右边的圆柱上 从这里我们返回来 因为我们忘记把它的裙子两边突出的部分夹上去 那么我们拿起白色的彩虹圈 然后把它绕成 然后把它绕成 四圈 三 四 然后再拿两根白色的彩虹圈 我们把它穿在上边 穿好以后 两边合在编织棒上 然后放在白色的对应的这个圆柱上 来做它的突出的部分 接下来右边和它相同 用两条彩虹圈把它穿上去 然后两边合在一起 放在右边白色的彩虹圈 对应的位置 我们继续做变质的动作 把白色的拖过来 然后左边 变质好了以后 这两个圆柱上已经有很多的彩虹圈 那么我们穿过圆柱以后 要脱起的是最底部的这两根彩虹圈 一定要仔细 然后轻轻的不要把它拖断 把它扩松一下 然后右边 脱起最底部的两条彩虹圈 放在下边的一个圆柱上 中间这里 我们继续脱起定两根紫色的 向上编织 然后是左边 然后是左边 中间 右边 那么这里 这条圆柱上有两条白色的 两条紫色的 我们要先把紫色的彩虹圈 拖到中间的圆柱上 好 右边 接下来我们继续向上编织 是右边 我们把它的手臂向外拉伸一下 然后把彩虹圈向下推一下 方便后边的编织 这里中间我们要脱起底部的两条白色的彩虹圈 然后脱到下一个圆柱上 左边也是脱起底部的两条白色的彩虹圈 然后放在中间的圆柱上 右边 这里是脖子的部分 我们穿过去 找到底部的两条肉色的彩虹圈 把它拖起 放在下一个圆柱上 这里我们防止它拖断 一定要小心 然后把中间扩充一下 继续向上编织 穿过中间这里 找到右边的 把它拖到右边 好 这两条是左边的 放到左边的圆柱上 或是中间 那么左边 这是头发的这里 两条辫子 我们直接拖起最底部的这两条彩虹圈 从圆柱的中间穿下去 脱起这两条底部的这两条彩虹圈 把它从侧面拉伸一下 然后把它扩充一下 然后把它扩充一下 然后右边和左边相同 脱起底部的两条彩虹圈 到下一个圆柱上 然后继续向上边编织 这里我们拖起底部的两条橙色的彩虹圈 那现在所有的彩虹圈都在中间的最顶部的这里 下边我们拿出两条橙色的彩虹圈 然后把编织棒从中间这里穿下去 我们把这两条彩虹圈拖上来 然后把它锁定 那么编织好了 我们返回来检查一遍 看看有没有遗漏 否则的话脱下来以后就会前功尽弃 我们看一下每个圆柱这里都有一个像小与低的形状 看吗 你检查好了 和我的一样 你就是没有遗漏 我们把它从织机上脱下来 有没有遗漏 我们的些主要照顾这些 就是啊 我们就已经继续了 这一那个圆柱现在的这些 一整小的部分 整理器 一整一整 一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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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拆弄 summarize 你要弄一下 我用拆弄的 口罩 要弄三arna 再衝拐 如果我用拆弄 你用拆弄 用拔弄 不就可以 squeeze 安全 用拆弄 再放 这里我们把它从质机上脱下来 下边整理一下 好,它的两只手臂 那么整理好了以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来做它头部的皇冠 我们拿出两条金色的彩虹圈 好,用编织棒把它绕四圈 好,我们再拿一条金色的绕四圈 我们再拿两条橙色的彩虹圈 把它穿在上边 穿好了以后,我们把它固定在头部的这里 我们先把这两条安全带藏起来 把它只要藏在后边 看不到就可以 擦好以后 头部,然后我们把编织棒穿在头部两条辫子中间 然后把这个手指上的双环穿过来 然后我们再穿过小辫子的另一端 我们再把它穿过来 穿好以后,我们拿出一个卡扣 把两边卡在卡扣的上端 然后我们再把那个卡扣切开 我们的美人鱼就做好了 他们像不像一对姐妹呀 谢谢大家收看再见 再见